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请一切的佛 一切的大菩萨 一切的圣贤身 所以呢 所以他理请了我们说上堂实习 那是哪实习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请到的呢 第一习是三世及十方法界 一切诸佛世尊 第二习是法宝 第三习圣贤身 又包含了大菩萨 那这大菩萨有哪些大菩萨呢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大士智菩萨 弥勒菩萨 一定都在第三习里面 我们要理请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大菩萨 这样子 那第四习呢 是诸大圆绝圣贤身 圆绝 圆绝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辟之佛 大家又称他为辟之佛 这样子 辟之佛度众生 很有意思 在《遇切斯蒂论》里面讲到 辟之佛不说法的 他度众生的时候 他都是现神通 他最大的 他时常现神通的时候是什么 就他去脱坡了 他到比如说到施主家去脱坡 然后他拿到了他的 就是供养的栽贩的时候 他就腾空而起 他就现这个神通 那第五习呢 诸大声闻圣贤身 声闻就是因为听闻佛的开示 而证悟圣道 刚才讲的圆绝 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就他们即使身在没有佛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观落叶 他就悟到了十二元起 他就悟到了元起 他就开悟了 就是断生时了 那第六习呢 历代各宗主师圣贤身 第七习呢 就是三世诸佛过去因地修行 同行之五神通先咒 第八习呢 就是结界的时候 所离请的护法诸天 十大明王 金刚神王 以及及其眷属 第九习呢 就是护佛设立佛塔 护道场寺院 以及护国 赈宰 诸大天王 神王 天将 劫及使者 第十习 就是凡是发扬水路流通至驾 如阿难尊者至公禅师 历代主师 还有法师梁武帝 以及历代乃至现代 弘扬推广水路的整个的功德主 大概都会在这一席里面 那所以呢 在请上堂的时候 大家来参加的时候 就会看到 他有一个 用很漂亮的布 然后从上面一直挂下来 我们称为仙桥 那时候随着佛式的仪轨呢 每一席在请的时候呢 然后就会请公德主到那边去植花 叫奉勤这样子 那就是请上堂 那请上堂圆满了以后呢 那当然最后就是主法的和尚呢 就要带领所有的公德主呢 要到每一席前面去上香 那等到请上堂的佛式圆满了 这个时候呢 邀请的呢 佛菩萨呢 诸大圣贤僧 还有诸大神王啊 还有武通仙人呢 就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原则上你要进出这个内坛的时候呢 其实都要保持了一个恭敬心 而且绝对不能够随便的喧哗吵 这样子保持它的宁静 那请上堂的佛式圆满了之后呢 公德主呢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等待着中午过后的供上堂的佛式 那供上堂呢 其实最主要是六成庙供 那六成庙供呢 是哪六成呢 其实它就是有法宝 有香花 有香 有灯 还有食 好 吃的 那还有七真八宝 那就是供上堂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的公德主啊 通常他们就会把他身上带的 比如说念珠啦 或他们会去请香啦 他们会去请灯啦 就是供养这样子 那当然了 起见的道场一定会把这些东西 本身就会把他准备的很齐全 然后一时一时的来离起佛菩萨圣者吧 好 等到供上堂的佛式圆满了之后呢 那大家就知道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 结界撒尽也圆满了 佛菩萨诸大圣贤身 还有各大神王都降临了 那接下来的呢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 第三天的佛式就要开始进行了 就是请下堂